哈喽大家好 我是Hustler Casino Live官方中文战解说员木头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近期Hustler直播的精彩牌局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 感谢支持 DK A圈做3B C2拿到了AA这手牌有机会了呀 因为DK牌大 只有DK牌大的时候 你拿大牌你才有机会真吃上它 这里C2去做了一个4B C2这个4B的尺度 其实对于DK来讲 DK都没想 都没想 我想说是不是稍微有意丢丢大 虽然是一个3倍 但是因为你这个牌后手大家都不多 你其实可以相对再便宜点 先让它靠进来 但是DK就进来了 那286 DK没有击中 这边C2这边 这边C2一枪 那DK没中 可能这C2这手牌还是吃不上 4000的李时 第一枪打了800块 五分之一 DK怎么说 DK对这800又动心了 DK再靠 再靠自己A和圈 我们来看 转牌没给 没给 那还好 这牌尻到A圈直接没了 那现在抵持5600 C2在想的应该就是 我如何把对手打光 其实在转牌打个 哪怕你打个1500 也不用打特别多 我觉得就1500到2000吧 就是希望勾着对手 但DK这个牌很难勾进来 好 这里C2就是拿了2000多的马 他在5600的李时 打了接近3000块 290是半持多一点 那我们来看DK这手牌 A圈应该是无法支付了吧 这里DK 我还想说无法支付 DK给他推了 这手牌挥着就推了 那那句话又要来了 考大家一下 上次我说的那句英文 还记不记得了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s themselves 这DK就属于已经 已经放弃自己了 拒绝治疗了 DK又一次 起立 掏洞 接着干 那么来看这手牌 这手牌是DK 回来之后又open 拿一手K9 DJF做了3B 这个3B的尺度 仍然是比较大 其实是比较好的 但是DK就硬来 那么来看这手K9 会被对手又送走吗 如果他中9的话 是有可能的 AK6 那他中K了 他现在是 有机会收下这个底石了 这两个人过牌 转牌又是一张K DK击中了三条K he has a queen of hearts he has a queen of hearts though oh 这里DK的转牌 还在蹲吗 结果合牌 让对手 击中了圈的fullhouse 然后DJF也反蹲他 我靠 两个人这个牌 一直在蹲 比谁更阴 那这里DK 三条K 下足1000块 可能他还在想 这1000块 你都没牌 能靠得动我 看你那样 对吧 你过牌三条街 你有啥呀 那一会DJF就要告诉他 我有啥 DJF扔出一个筹码 但是这一个筹码 代表我要all in了 DK又五投了 那这手牌 DK会接吗 我不知道 因为他现在接 都点多了 也许他现在就要考虑 这些牌 该接还是不该接了 最终DK又给靠了 那此时此刻的DK 当年赵子龙七进七出 也不过如此了 那这手牌是大壮在枪口外拿到66 不过DK今天过生日 这过生日 一般不应该大家给他送礼物吗 怎么今天他过生日 他给大家一顿送 这手牌 目前还没有人去做一个三逼隔离 这个装饰 如果不用三逼的方式的话 其实你很难 去对抗一个人少的比诗 那这手牌是一个四人比诗 二四十 C2在随着补齐 进入了四十的顶两队 那这里 大壮也没有做持续下注 而Win的顶对十下注 DJF两高章靠一枪 这边C240 这手牌 大家的后手还是比较深的 C2加注到900 两个对手 仍然是一个乘三 那这边先把顶对打掉了 C2打牌的时间不长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可能有些动作 你会觉得经验不太够 有些尺度选择的不太好 那这边DJF还在靠 这手牌其实上级是要看 无论C2的尺度好不好 其实另外两个的排力并不好 结果这手牌 DJF靠 他在靠什么 他在靠去铲打对手吗 那转牌出一张红桃A 红桃A 可能是他要借着去打的牌面了 一方面太多了一个卡 另外一方面这张红桃 他就要去演 他有可能有听花 而C2因为他在翻牌圈 是做的check race 他不太像有听牌 去这样去打 那DJF在转牌2700打1200 C2靠住 来看合牌 合牌K 合牌K到没有太多改变 那DJF中K了 这个牌DJF会和C2开牌吗 C2在前位应该这个牌是会过牌的 我们要看DJF怎么打 这边他还在打 那这手牌其实能看出来 就DJF在这个桌上 他还是认真打的 在合牌 5100打了3200 但我不好说 我不知道他这手K圈 是不是一手转炸火 应该是 因为我感觉这个K 你很难吃到10的价值 基本吃不到 那对于C2来讲 他现在就要考虑 对手是不是中花了 DJF行动路线 非常像中花 就这种牌 我觉得真的是 不太好去考虑 说我该靠啊 还是该负啊 因为你永远去对抗一个多人底时 在多人底时里边 你本身就是不太好 去考虑对手的范围的 那最终DJF是把C2的手牌打掉了 我们看他会秀Buff出来吗 我们看这手牌 这手牌是这个 那个女生啊 那个Sky拿到了圈圈 DK的A钩做3B 这里看起来 90杂色冷靠3B 圈圈也去靠 来看翻牌 239圈圈超对 Kennedy击中了顶对 这个牌 从这手牌这个线路上来讲 就这两条线路 翻前和Flop 感觉这个女生打牌 也可能经验不是很多 因为你圈圈翻前 靠3B 翻后档 这个行动线 本身就比较怪的 那DK DK用两高张 后门花靠住 Kennedy用顶对 顶对是 做了加注 每个人都挺奇怪的 说实话 但是周一局 不就是这样吗 那这里我们来看圈圈 他会多想吗 我不知道他在翻前 去靠的时候 包括他零打的时候 他在考虑对手吗 还是说我只是觉得 我圈圈超对 我可以打 那这手牌圈圈靠住 到DK这里 DK也在想 但是经常看周一局的朋友 应该知道 DK虽然有时候 他会让你理为 他好像没在想 但是真的在考虑这手牌 他不是说我耽误时间 他是真想玩的 你看来了 真来 来看转牌 我转牌 黑淘 八有点东西 对于DK来讲 越发越强 必须尻了 那这里看起来 90仍然是顶对 还在打 这里Sky的圈圈 仍然是超对 他是不是还在靠 再转牌 5500的底时 这种下注3000 这里圈圈 如果不想负的话 其实推了是最好的 因为人太多了 但是其实现在推出去 是不是自己有点虚 往这里圈圈 还在靠 还在靠 那DGF又5投了 但是这个牌 对于他来讲 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那你既然靠了 翻牌 这个转牌 我觉得是不能走了 你不推他们 就不错了 但是这个牌 其实不要去推 因为这两个 两个对手的行动线 你很难推掉 你可能推掉 那个女生 但是Kennedy 这个线路 这个牌力太强了 这边DK 接着靠 越发越强 那我们来看合牌 不合牌 黑桃九 越发越强 对于每个人来讲 可能都是越发越强 那Kennedy变成了三条 在合牌 一万五的底十 打了五千块 而对于Sky的圈圈来讲 他不说越发越强 那至少他还是超对 那这个牌 在合牌 要不要跑 其实这张黑桃 正常来讲 不会很吓人 因为他后门花 你怎么会去考虑 这种牌子 但是这里 这张九 对手会拿顶顿一只扭吗 确实两个对手 两个对手 这张顶顿九的一个叠牌 是比较吓人的 但是我不知道这里 圈圈的棋牌率如何 因为他毕竟仍然是超对 他说他想负 现在看着你一副 胜券在握的样子 老子三条九 我可太大了 最终Sky的圈圈 虽然说这手牌 这个合牌是一手 落后的牌 负的 但是整个过程 打的并不是很好 经验不是很多 那我们来看 DK的A钩 Full House 对手打了5000块 留了1350 也就是说 给他留了450 其实他的all in 就是再打进去450 难道DK 现在在考虑 这张九的出现 会不会让对手 中Full House吗 然后这里DK 靠了 没吃那450的价值 那DK这一手牌 可是把刚才掏兜 好几次的钱 都给赢回来了 那DK 请不吝点赞